这里是湖北深山的一处巨型天坑 嵌入地下一百多米 坑底是五万多平米的原始森林 竟然有规模宏大的人为建筑 上世纪投放了九只梅花鹿进入天坑繁殖 它们现在怎么样了 虽然百米悬崖中间被开凿出一条栈道 但是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所向进入天坑底部前去探索 现在我是在恩师第一坑的黄筒天坑的边上 做好了安全的防护 现在我们在大树上面做好了自然锚点 不会对这个掩体和环境造成伤害 准备下降黄筒天坑 我们是全程进行安全操作 有安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探索活动 大家不要模仿 这边有很多荆棘林 在这里给大家感受一下 从这个坑口望下去是一种什么体验 从这里看下去 在那个岩壁的下方有石头器的城墙 围墙大概是有几百个平方 规模挺大的 这个下面非常多的植被 树木都很茂盛 整个天坑的面积大概是八十余亩 四面都是绝壁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悬崖战道 这会我也是做好了安全的保护 这个战道是当时的民间游击队在这边建造的 他们是在坑顶建造了一个小型的兵工厂 潜了七十多位工匠 打造了有几十支步枪 再次提醒大家不要轻易模仿 我是有专业安全的防护 那里是坑顶最高的一个地方 它是一面斜坡这样下来 然后在最低的那个位置有石墙 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养殖场吧 我们全程是采用自然锚点 也就是说在这个树上做的系统 不会对整个山体或岩体造成不好的影响 从这里开始就是一身到底 直接可以抵达天坑的底部 看到这里的朋友帮忙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这边是一个巨大的斜坡下去 大家看一下 这个坑底据说是八十余某的面积 然后当时决定养九十梅花录在这个里面 说它是一个天然的牧场 咱们现在去那个石墙袋子那里 给大家拍摄一下 现在我们从那个方向就可以抵达石头院子 我们在这边石头上面发现了很多的圣经茶 看到没 就是这种东西 哇塞 长得好好啊 看这个小叶子 在这边还有一株独角莲 就是这个 哇塞 看这个地下长得郁郁郁郁郁的盐白菜 咱们从那个方向过来的 山洞就在这里 这个洞口的高度呢 大概有十多米啊 它是类似于一个正方形的这样一个洞口 从坑口发现的石头院子呢 在我左手边的那个方向 现在咱们先进到山洞里面看一下 这下面有人为痕迹了 这里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一个灶台 这种我们就见得多了啊 从这里继续往前走 哇 看这里 这是一个蓄水池吗 还是什么 这边有小台阶下来 可以看到啊 这里是用很大的条石 而且是经过雕琢过的 然后 起的方方正正的一个 应该是水塘啊 这个不知道是熬销的人在这边做的呢 还是养梅花露的人在这边做的 哇 好像没动到 没动到吧 没有动到 这里没有动到 咱们现在就直接去那个石墙寨子那里拍摄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啊 方方正正的几个石头院子 哇 这个规模挺大的 咱们现在马上就可以进井拍摄了 哇 下来了 沿滚带爬的就下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进入这个石墙院子内部 哇 它这个建造工艺 真的是很赞哦 这个整体的宽度呢 不过40公分左右啊 而且下面是有这个脊脚 在那里发现了两个灶台 看 这里有一个 那里还有一个 地灶啊 地坑灶 然后这个岩壁下方的石头上面 发黄了哈 这里面有可能是之前仰路的哈 但是那个灶台是干嘛的呢 那边的土墙好像还粉刷过呀 这边是毛坯 这边就粉刷过了 从这个位置看那个栈道啊 很明显 就在悬崖绝壁中间的一道缝啊 横缝 这当时开招出来的 厉害啊 在这个树林里面 还有一个石墙 没有倒塌的哈 这些东西都全部倒塌的差不多了 你别说梅花路了 我都想住在这里面 棕榈树 前面还有棕榻白树 这里是啥 蘑菇 这不知道有没有毒 有没有人认识啊 这是什么品种 什么牌子的 看一下 提醒大家啊 在野外发现这蘑菇呢 不要随便食用啊 看一下这个石墙 从这里是一整道墙过去啊 大概有30多米长 这规模太大了 这下面还有野菜 野花 有没有人吃过这个 这个东西是有两种啊 还有一种呢 我没发现 比这个要好吃一些 这里又发现了一个灶台 都是被毁坏的 很可惜啊 看一下 刚刚那个是发黄 这个盐壁上面 发青 这颜色很漂亮啊 这里 那上面都是被熏过的痕迹 烟熏桩 看这个石头上面 全部是黑的 这外面的石头房子 损毁殆尽啊 太可惜了 这个地下非常的干燥 很多的细土啊 成了这种灰尘状的 有好多地骨牛啊 看到没 有没有人小时候挖过这个东西 这里有一只鸟内的残骸 干枯了哈 它是白色的羽毛 应该还是挺大的一只 从这里上去呢 是一面陡坡 这可谓是洞中又山啊 太震撼了这个天坑 这里面应该住过三拨人啊 第一拨就是熬销的那些前辈 然后呢就是民间游击队啊 他后来是加入了贺龙部下 第三拨人呢 应该就是养梅花怒的人 梅花怒也没看到 刚刚说没看到梅花怒 这块好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哦 看一下 还有好多呀 你们发现没有 那个梅花怒的粪垫呢 特别像坚果 很像很像啊 现在天已经快要黑了哈 我们两个人呢 上去还有很多的绳子要爬 但是现在我们决定 从身后的这个森林里面 穿梭回去 走吧 方向不要走错了 不然等一下在这里面 钻几个圈子还出不去 看这里非常粗壮的一根树木 倒在了这里 走吧 我们应该是往那个方向去 现在这个位置 树木都倒幅了 岩壁上面崩塌的石头呢 让这一块的树木很难生长起来 咱们看一下 大树都倒了 而且是这种碎石头满地 快速通过 现在我们两个人呢 在这个森林里面 终于是找到了我们的下降点 现在可以往上爬了 我爬了 好 来 小心 小心 我开碗一小时 其实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只要自己注意好就行了 大家不用害怕 不用惊慌 咱们现在爬上去 一两百米的绳子 就可以返回了 现在小北已经快爬到上面去了 我也准备开始攀登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黄统年大天更 悬崖匪寨 遍地道洞 难道真有宝藏吗 此地名为万人坑 土匪盘踞时残害生命无数 名字叫万人坑 也是四大不熟的人的 也是四大玩八人的 常有大量掠夺而来的财物 我们探索进入洞中暗道 竟然有了意外发现 我要着铁棒扭火哟 万人坑的由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土匪寨子里面的土匪猖獗 谋财害命啊 所以说呢 才有了万人坑的这样一个说法 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城门的下方 看一下 全部是这种大石块 就是这种原始的石头啊 砌了这样一个寨子 这个城墙的厚度大概是有六米还不止啊 然后上面的这个门洞的横梁呢 是用木头这样搭建的 然后在上面放着石头 最底下的一层石头呢 都已经开裂了 看到没 有裂缝了 由于它这里是淋不到雨啊 所以说它火难的速度还是比较慢 好 从这边进来 哇 哇 哪一只猴人 谁在那里 嘿 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构造公式啊 从门洞进来呢 这边有一个小台阶从这里上去 很多垃圾哈 这其实是不文明的 真的是不文明 从这边也有台阶上来 这边置一个 应该是休息的地方 门房门位在这边休息的地方 从这里沿着山体呢 开造了简单的这个石台阶啊 这土匪也太不讲究了吧 哎 哎 现在我们上来了 到达了呃 这个城墙的顶端 大概两米多厚啊 两边用石头啊 砌的面子啊 中间呢填的夯土 可以说是非常的坚固了 对面栽种了百树的区域 就是万人坑 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木架子 我们从城墙上下来啊 这边应该是个牲口棚 但是里面呢有灰烬啊 焚烧过的灰烬 看一下这个 大厅的地面啊 全是这些坑洞 你们知道这是啥不 倒洞 这个就是倒洞啊 到处都是 在这里面呢有一个水塘 然后从这个水塘边上呢 可以进入洞到深处 前面有几个坎啊 往上爬 看起来很深邃 但是越往里面走呢 空间越小 这边是一个流水的小水渠 这边有个小塘 然后在下面 为啥要搞这样一个构造呢 要沉淀吗 还是 但是这里面的水出来 本来就很干净了 看不懂啊 继续往里走吧 看这个地下 有很多青苔 还有一些枯草啊 那咱们就从这里 抬头往上看 那个上面有一个鸟窝 在那个位置 一般来说呢 就是紫霄东的巢穴 这里一个啥 这里是石墙 给篮起来的一个小空间 像围栏一样的 这里面也有倒洞 看到没 被挖的一些 大大小小的坑坑 这个位置有一个水塘 水塘的正中间 有一个棕露石 好像一个小甲山一样的 遇到水 我们就会把手电放到里面 常规操作 可以给手电降温 然后那个灯光打到水里面 也很漂亮 继续前进吧 这边就是一个很狭小的裂缝 可以看到那边就没有路了 这里也是一个小水塘 然后洞道在这边 好像一个密道一样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发现地道 地道 我以为洞道是往上走的 地道地道往下走 从这里往下走 看一下土匪在里面搞什么 马戏 走 我知道 这里好窄 但是这个口面上明显的 有烟熏的痕迹 哇塞 它不是黑的 看到没 这边已经过去了 这里空间可以 有这么大 走 咱们也通过这个小小的裂缝 过去看一下 现在我就要通过这个 很小的裂缝 是不是要把包包卸下来 记住我们来时的路 这是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完全要普复前进才可以 不然就进不来呀 过来了 里面 空间还挺大 我们从这个洞穴里面 砖过来的 可以看一下这个上面 是一层一层的盖化物 可以看到这绝对不是一个时期 生长而成的 下面的很厚 然后中间都有很大的裂缝 然后一直往上 有很多层 然后现在洞穴上面 还有水滴落下来 不停的生长 前面好像发现了 人为的 是一个木梯 看一下 是个竹子 竹子做的梯子 这个应该是现代的吧 对不对 但是竹子已经全部腐烂掉了 有可能是为了进到那个顶上 那里有一个小洞洞 为了进到那里面去 也有可能是为了把这个棕乳石敲出去 我觉得那个就是有点破坏冻穴环境的 你看这前面的全部是非常巨大的棕乳石 从顶上这样垂掉下来 一直往里面去 沿途都有 这边的沿 哎 怎么了 在哪里啊 七零的壮盖 到我们在匪路里面发现了一个转杆 嘿 你看这 崭新的哟 这搞了一次就就掉进来了 啊 新的 这个搞笑 从拉高的地方掉下来的你看 向阳你看 看一下 啊 看到了看到了 那个地方 打转的时候把这个转杆搞掉了 不太重 这个我们捡走吧 哈哈哈 这可以捡 这是唯一碳洞里面还有点收获了 哈哈哈 这个收获完全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搞笑 你们说经常说碳饱碳饱了 这个就是碳到饱了 啊 这个搞到灼了 对啊 搞到灼了哈 这个应该是七零的转杆 前面是一点合金嘛 啊 浅孔钻 浅孔钻 这个一般是开山取石 用于那个 放乳化炸药 首先开山开眼的那种 泡眼 嗯 我以前打过这种钻 它可以不断的加杆子 但是 这里有个接头吗 这里应该是个接头 对 钻头 等会把它挠出去 可以可以 这个可以弄去 这个应该值多少钱 我咬着铁棒牛火哟 哈哈 我估计得有八十斤左右 现在我想找一个石头 找一个石头 把这个中间砸一下 看能不能够 给它松动一下 因为它这个 有点生锈了 这个是剪的碎石块 剩下剩下 再竖起来 有多重 八十斤刺 绝对有的 你现在历史针扭一下 看能不能扭动 用腿夹起 把下面夹起 哎 动了 动了 看 你看 哇塞 里面是什么 里面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垫子一样 对 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 一个勺 这就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盲区 看 这个锥形的螺纹 就这样扣进去的 嗯 我们研究了一下 把这个箱子拿掉了 这个头就应该能出来了 试一下 来 出来了 有点意思 这个男人的快乐你们都懂 就是喜欢研究这些机器 机械 这个头 这个头是最值钱的 这几个小东西 是不是 这个叫什么 乌钢 有可能是 反正是个合金材料 硬得很 非常硬的那个头子 你看这还是新的 根本基本上没用过 你看 嗯 崭新的 中间这两个头头上面 硬子都没有 嗯 把它切薄了 放在鞋子上面 爬山挺耐磨的 定居提子的 快来预定 是不是 这个钻杆也被我们拆完了 我们把东西放到这里 寻找一下 有没有其他的 洞口 可以深入的 祸 小北 你看这里 什么东西 一个大坑 坑 坑 有没有可能是 倒洞 倒洞 挖这么深 它是 有一米多深的 这里 从这里好像有一个洞口 继续深入的 土造中 这里进来不太好走 哇 有蝙蝠分辨的味道 有蝙蝠分辨的味道 看到这个洞口 有蝙蝠分辨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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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啥东西 走吧 这个洞是往上去的 你们放心啊 咱们是量力而行 实在是有危险的地方 咱们是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现在我就感觉很勉强 同志们 看一下 哇塞 有点窄啊 太窄了 但是上面好像有大洞枪 有大洞枪 有个洞枪 有个洞枪 还有没有转桿 转桿 还有没有转桿 我试一下去看一下前面有没有洞到 我现在进来应该是没问题了 这里不好操作 镜头有点晃啊 你们多多担带啊 你们多多担带啊 你上得来吗 我有烧骨工 你就来吧 亮个相吧小宝贝 来试一下哦 来吧 小北说他要尝试一下 我想看他的笑话 咱们在这里看一下他的笑话 嗨 这上面没啥意思啊 一个乱石枪 你把镜头给我吧 稳一点 来 开口 保持机位啊 保持机位 我看你 萌的很 保持机位 怎么样 亮个相吧小宝贝 来了来了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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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动了 来下机 现在我们两个窝居在这个非常狭小的洞箱里面 本来以为是有洞的啊 结果上来之后 嘿 后面我也去查看了 一点洞到都没有了 以为有转桿 转桿也没有 你们说碳宝碳 那今天真的是碳宝 找到了那个转桿 如果说没有人联系我们的话 那就 我自行处理掉了啊 那本期视频呢 也就拍到了这里 感谢你们的观看啊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千丈岩下的洞穴鬼门 老乡曾亲眼见到站立的骨架 一碰变成灰烬 把这个人的骨头 就靠了那个崖头 那么靠了那个骨架子 但是不能床 开到蛮起的 一床的就是灰 就三大 我们一行三人中午进洞探索 终于找到了庞大的地下工程 迷宫般的狭窄涌道走向了无尽的黑暗深渊 养成习惯 先站后看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大洞啊 洞口高百丈 非常的巨大 在上世纪80年代啊 曾有法国比利时的探险队啊 邀请当地的村民给他们带路 找寻到有站立者的骨架啊 现在到达这个位置呢 已经可以看得到洞口的全貌了啊 我们从那个河谷的方向过来呢 一直是这种巨大的石头啊 这个河谷呢 从这边延伸进去了 变为了地下暗河 在右边呢 就是非常陡的一面坡哈 现在呢 我们就完全处于这个洞口之下 躺在这个河谷的一根原木呢 已经是伤很累累 这就是水流带进来的石头 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在那个方向发现了人为建筑 也许老人所说的骨架 就是当时建造这些东西的人 咱们走进去看一下 在这里就已经看得见人为遗迹 这是马起来的非常整齐的石头 做的宝坎 把这个大石头给垫起来的啊 接着往前走呢 那边还有更大的建筑 小北站的地方呢 前面有一个大小坑啊 保存的非常的完整 咱们这里呢 也有一个 我脚下踩的都是过敌出来的小土啊 咱们走近一点看这个 这边是一个沉淀池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个已经塌了一部分去了 什么声音 现在是一个保存非常完好的小坑啊 我们拍了这么多呢 还没有看到过这个大小坑内部的构造 咱们今天呢就可以看一下 这是一个近乎于漏斗形的形状啊 在那个位置呢 有一个导流洞 导流洞的外面呢 就是这样一个沉淀池 对我们刚刚拍到的那种 这边是我们来的洞口 然后往这个洞道深处看呢 有一个非常黑暗 非常狭窄的裂缝 就是这个主洞道的入口 主河道呢 是一点水都没有了 但是在这个洞壁的半中间呢 有一个洞口 从那边流了一股泉水出来 滋养了很多喜因好施的植物 这边发现了很多前马草 有人说这东西可以吃啊 你们知道怎么吃吗 我是没吃过 现在我脚下的呢 也是一个人为建筑啊 它是用散河土和这个石块 累气的这样一个围档 从这边一直往里面延伸啊 沿路都有人为很紧 我们在这个地下 发现了一只老鹰的羽毛 哇 天呐 方方正正的一道门 咱们现在再看一眼洞口的阳光 马上进入这个黑暗之门 刚进洞口呢 这个洞道就表现得非常的复杂 在我们对面呢 有一个洞口 然后在洞口上方呢 是铜墙铁壁一样的岩地 在那个上方又有深入的一个洞道 前面的组合道呢 是从这里啊 然后向左转弯 咱们先来看一下啊 决定往哪边走 从这里上来 果然发现了销坑 销坑面前有一个 这个方向有一个 咱们看这个地下的土啊 上面都长出了这个 亮晶晶的小牙子 好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土啊 非常的干燥 这边销坑 哇 保存的依然是非常的完好啊 老人所说的骨架 有可能是在这个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动到 咱们继续前进 现在我们几个手电 同时打量 9万牛米完全打不了 可以看到是插动无数 要记清楚啊 记清楚我们是走着哪条道 走城华大道 从后面这个陡坡上来 发现了两个销坑 然后 从这里还能继续深入啊 大家看一下我后面 是一个非常狭窄的裂缝 这边呢 也同样是有很多的人为一届 一个巨大的熬销基地 看到没 小北那你是个啥 快来快来 这里个暗洞 走 我们去看一下 我在这里说话 有很大的回音 那里面肯定有空间 确实有 确实有 这里进来很深 哇塞 洞口就只有这么大 这个里面 我好像有烟熏过的痕迹 上面这个岩石上面都是黑的 就证明里面肯定有人为活动的遗迹 这里也可以站立起来 里面的回升很大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个地下呢 有开刀过的痕迹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 哇这里面的回升好大呀 好有意思啊车洞 完全是古人熬销 挖出来的一个洞道 所以人工开刀出来的一个 看这里还有锄头的痕迹 对啊 看一下里面还能不能走 到尽头了 哇这里密密麻麻的 都是在锄头开刀的印记 在这个地下发现了一个青花碗的碎片 半个底子上面还有这些菌裂纹 应该是以前熬销的人在这边 生产生活所用 从那个小洞口出来之后 咱们接着往这边继续探索 里面好像还有很大的空间 还有生过火的痕迹 这边有木炭了 到处都是人为一己 现在基本上是两条平行的道路 都有他们在那边 越往里面走呢 动到越矮越窄啊 没有刚刚那么宽大了 这里就要低着头 小心一点 这些细碎的沙石 都被以前熬销的人 给堆到了这个走道的两边 为了方便行走 他们在地下还挖出了一个凹槽 让这个高度呢 更加的宽阔一点 非常窄的一个巷道 看这里也是被人开造出来的 这里又是一个钉子路口 哦 也是蜿蜒曲折的 有这样一个沟槽进去 往这个伸出去了 嗯 走完了 越来越晒 我们以为很快就会到尽头 但是呢 很出乎意料 我们走了几公里 在这个里面 这会儿又是 变得很矮了 完全是这样 蹲着走鸭子步 嘎嘎嘎 前面 开始爬上坡了 这里 这里终于可以站起来行走了 但是这些洞道还在继续深入 太神奇了吧 这个山梯里面 我的天哪 看这里 在这个洞道深处发现了 这个大小坑 哇 哇 里面空间好大 哇 我记得了 就是这些洞道 我给你帮着 我帮着 我帮着 你帮着